缅队空军成立于1947年 共设有10个空军司令部 新浪网报道 中国实现了纵横衔接 通达完备的立体国防交通网络系统 战略投送能力是军队作战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军队威慑力大小 不仅在于兵力规模 还在于机动投送能力的强弱 解放军形成天上 地面 水上 立体输送 运输手段从单一方式发展到高速公路 铁路组 空中大型运输机组成的立体机动网 1989年 中国几架战机从3000米高空 促冲降落在沈阳到大连的高速公路上 这条高速公路飞机跑道的舰程 在中国是首创 目前 中国已形成十多条可攻战机起降的高速公路 令空军实力大幅提升 中国评论网消息 日本和美国在中国南海举行代号为 太平洋伙伴2010的联合演习 美方派出仁慈号医院船 日本则派出国东号船务登陆舰 和两艘大型气垫船参加 在战时运送在南海作战的美军商员去日本治疗 为美国在中国南海进行备战 这种演习显然是针对中国 邻居美国詹姆斯基金会称 中国可能再打造世界上最大的模块化医疗船 悬号865号 总吨位达3万吨 共有100多个模块 早在2007年 中国就推出了世界上首艘 未海上救援专用的医疗船 920型戴山号 隶属东海舰队 有舰载直升机供运送商员 每天可进行40多次大型外科手术 新浪网消息 美国有报道称 2001年发生的中美南海撞击事件中 美军EP-3侦察机着陆海南基地 对中国获得一些极敏感的美军资讯 此后 美军在先进电子设备的研制中 大量采用防篡改技术 有关办公室成立于2003年 与美国各军种、国防工业以及学术界 共同发展军事防篡改技术与能力 美国认为 中国通过纺织和逆向研究 从外国特别是俄国 纺织了大量先进武器 令武器装备和军事实力得到迅速提升 香港有军事评论员认为 世界各国的军事情报部门都不是持宿的 同时 没有一个军事大国能靠偷师打造国防现代化 韩国朝鲜日报消息 朝鲜领导人金正日上月访华时 叫胡锦涛索要40架尖石战机等军事武器被中方拒绝 朝鲜有告诉人士称 胡锦涛表示 如果朝鲜受到外敌入侵 中国会提供空军协防 但是朝鲜没必要拿尖石战机作为主力战机 西方媒体认为 尖石可以对抗美国、日本和韩国的F-15和F-16 目前还要保密 不会轻易出口 金正日近期视察军队 要求部队保持忠诚并加强战备 据前朝鲜人民军透露 朝鲜强化特种部队 非对称作战能力有一定优势 但海空战力仍不如韩国 特别是空军力量很弱 很有危机感 另外朝鲜欠下俄国巨债 没有钱买苏石战机 只有求中国的无偿援助 香港有军事评论员认为 中国不给朝鲜尖石战机 也是因为担心美国、日本和韩国的反弹 向朝鲜施加更大的军事压力 恶化地区局势 谍报提到朝鲜的金正日 希望向中国提出要尖石战机 但中国婉拒 这个话提醒马里生先生来圈点一下 马家这个消息很有意思 有几个层面 一个是朝鲜为什么要尖石 中国为什么婉拒 但空军可以协防 说明尖石是不是在区内 还算是比较先进的武器 这条消息是一面之词 如果是真的话 这里边的含义可就非常之深刻了 先不说这尖石是不是非常之厉害 拿了它就能抵挡韩国和日本和美国的先进战机 只是尖石是中国自己国产的非常绝密的这个一流的战机 如果中国给了它 首先就证明了中国是无条件的支持朝鲜的 正在天安剑这个案子还没没有结的时候 联合国对这个朝鲜进行进一步制裁的时候 中国也投了赞成谴责的票 如果出尔反尔最给把这个最先进的战机给了北朝鲜 那么中国在这个战略上在这个外交上面 在这个全全方位的就非常之被动 就说它是可以被这个朝鲜所左右的 是可以被朝鲜拉入战团的 而且就按这条消息字面上来说 中国也不是无条件的要遵守 所谓什么中朝的这个互助友好条约的 如果是朝鲜挑起的战争 中国是完全没有责任 而且中国还要给予谴责 因为这是破坏了东北亚的和平大局 中国拿着这个战略主动权 坚实只是一环 中国需要保持东北亚地区的和平和稳定 也是对这个中国的这个核心利益的一个保证 不能让朝鲜牵着鼻子走 这是这个所谓婉拒坚实的 这一条新闻的最重要的一点 再有在这个朝核问题上面 中国也是要采取主动收发由心 朝鲜不能为所欲为 他要是能够这个进行这核武 甚至是热核的试验 把中国想拖入这个万劫不服的世界大战 这是不可能的 中国当然要以这个中华民族的利益为重 好这马线圈点提到呢 韩国的情报提到的 金正治在中国希望要这个坚实战机 有了说法是20架 有了说法是40架 看来中国的坚实战机呢 还是有它的攻击和相关的性能的 但是中国的战机呢 最近有一个情报也提到 中国战机受制于发动机 发动机还是不先进不成熟 看一个片段 据说中国造不出先进的航空发动机 坚实的引擎人采用俄国造AL31系列 中国战机心脏病根源何在 北京权威报刊诚意推荐甜文性的文章 中国60年为何人造不出飞机发动机 有明确答案 一个是缺钱 更关键的是缺乏技术储备 文章披露 有关的角色者根本不懂 航空发动机研制过程 必须经历预言 试制 验证 立项 详细设计 设计定型 以及生产定型的客观规律 造成几十年来 对航空发动机研制工作的 长期性 艰巨性和大投入性 缺乏认识 所以90年代以前 国家给航空工业的整个投入 上不及给朝鲜援助的零头 直到中国高科技发展计划 863计划 航空工业都未列入 国家重点发展的产业之中 品文信批评 中国和苏俄发动机研制 是从立项开始 如果军方不立项发动机型号 就没有大量经费 发动机的基础研究工作 基本无法开展 欧美等航空强国 极其注重基础研究和预言 预言工程 核心机计划 和发动机系列化 三位一体 制成发达国家 在航空动力发展上的 整个思路 在军方提出发动机 研制需求之前 航空工业部门 已经按照自己的研制流程 进行超前的技术探索研究 当军方提出 下一代发动机研制需求时 航空工业部门 已经将相关的技术 在验证机上 玩得相当纯熟 而中苏航空发动机 是按照军方需要 才投入研发 科技界极其被动 好 朋友们提到 中国自己是不是造不出 自己的强大的发动机呢 问一下在北京方向的 军事观察员李晓宁先生 晓宁给我们介绍一下 中国大陆 现在发动机研发的实现状 是不是制约了军机的发展 材料是这个 航空发动机的非常核心的部分 我今天本来想 带一个一支笔来 我去参观过波音公司的 这个787飞机的生产线 787的涡轮风扇发动机 前面风扇的材料是符合材料 他们送过我一支 用这个材料做的笔 我们国家目前还做不了 很多这个包括航空发动机 它大概现在先进的 大概两种 我们设计到国防工业 和这个大型飞机的 一种是涡轮喷气发动机 一种是涡轮风扇发动机 这两种都要有很高的技术 集成 不是一个单一技术 特别是在这个技术中间 有设计部分 有材料部分 也有这个 这个技术储备积累的这些部分 需要很多方面共举 才能使得航空发动机 有很大的突破 综合各方专家的看法 中国飞机为什么这个发动机不行呢 主要是当权者 不够重视 而且不懂不懂行 他不知道他要有一个漫长的过程 要自己制造 而不能是每一步都是仿造 现在几十年来都是着异于仿造 把这些这个研究人员的发明精神就给卡住了 再有一个就像小宁所说的 材料不行 设计不行 然后设计里边那个最关键的那个喷流 涡流和扰流的问题总是解决不了 那么这些流体力学都是要从大学抓起的 真正战场的决战呢 不是在天空 而是在这个实验室里边 这一点领导不懂 好 两位就谈到中国战机 特别是发动机目前的差距和不足 中国空军要发展呢 肯定要靠自主去发展和生产自主的大型的发动机 和大型先进的战机 空军放一遍来看看这个二炮部队有最新的动态 美国的情报显示呢 中国所谓弹道导弹打航母 有首次试射成功 美国震惊 德国军工信誓周刊报道 美国的将军对中国装备东风21C型反舰弹道导弹 陷入极度恐慌不安 目前世界各国包括美国都不能拦截这种反舰弹道导弹的弹头 而且其精度已经达到十米 严重威胁美国航母等大型水面舰艇 如果美国用航母介入台海战事 北京有消息人士透露 东风21C是专门针对美国航母战斗群研发的 导弹射程可达2500公里 带常规弹头也可以装核弹头 早在2005年 中国就成功进行首次反舰弹道导弹的试验 俄国军事周刊称 世界上最早研制反舰弹道导弹的是前苏联 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苏联就已经研制出有效杀伤大型水面目标和战舰的弹道导弹 解放军的东风21C可能参考了前苏联的技术 香港有军事评论指出苏俄军事宣传一向夸张 如果四五十年前苏联就有东风21的打击力 美国航母早该退出历史舞台 苏俄也不必非力打造几代航母 美国也承认东风21的导航水准已经超越俄军 好的 配方提到 有关这个情报显示解放军的东风21弹道导弹进行试射成功的精度射射